2016年公安部等12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 其中规定20类证明将不再由派出所开具 自此各类证明的出具也越发规范 但仍有部分单位在要求群众办理奇葩证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近日张家界磁利县公安局严博度派出所就经历了被要求开具杨某的孙子 是其孙子奇葩证明的过程 烈日炎炎 老人杨某从县城坐近一个小时的车 专程为开证而来 民警刘巡慈在翻看杨某户口部时 发现其同户人员户口本上清清楚楚的登记有杨某与其孙子的亲属关系 并加盖有派出所的户籍专用章 根据相关规定 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派出所不再出具相关证明 看着老人不满皱纹的面庞和眼中的急切 民警刘巡慈拒绝的话耿在喉中 最后验了下去 为老人开了这张原本不需要开具的证明 但为了警示刁难老人的工作人员 刘巡在证明的后面还附了一段文字 拟单位要求严博度派出所为辖区居民 周某出具祖孙三代关系证明 中央三令五身严禁出具奇葩证明 周某与杨某 杨某平系同户人员 周某的居民户口部常驻人口登记卡上已登记有户主或与户主关系 且加盖有严博度派出所户籍专用章 以具法律效力 为何还要求办事群众一而在的到派出所出具相关证明 请你单位三四而后行 以下二十类证明派出所不再开举 九类户口部 身份证 护照能证明的事项 一 公民姓名 二 公民曾用名 三 公民性别 四 公民身份证号 五 公民民族成分 六 公民出生日期 七 公民出生的 八 公民籍贯 九 公民户籍所在地住址当事人在使用部门的个人声明 居民户口部登记内容能证明的事项 一 户口迁移情况 二 住址变动情况 三 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和更正情况 四 注销户口情况 五 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 应由主管部门出具证明 使用部门核查或依法办理公正的 一 当事人婚姻状况 二 当事人文化程度 三 当事人正常死亡或者经医疗卫生机构救治非正常死亡的 四 异地居住退休人员向社保部门申领养老金的 五 应填写 录入差错等原因 需证明两者为同一人的 六 需证明当事人为登记户口的 区分情形办理 以下九类证明 需要派出所开具 一 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更正证明 二 注销户口证明 三 亲属关系证明 四 被拐儿童关系证明 五 减实弃因报案证明 六 非正常死亡证明 七 临时身份证明 八 无犯罪记录证明 九 法律法规规定的 由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的其他情形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